眼前这个铁纸断剑之人 正是意图谋反的九王爷 他在逼迫皇上自吻后 便开始追杀带着太子奔逃的侍卫 只见他先是利用铁纸击退两人 接着试图用名利引诱侍卫李正 欲让其主动交出怀中的大太子和玉玺 眼见自己寡不敌众 李正只得先假意答应 接着再趁其不备 猛地刺出一枪 却没想到九王爷竟穿了护身甲 不仅刀枪不入 还能反手将李正的长枪折断 眼看九王爷就要给李正最后一击 两个同伴挺身而出 使出最后一丝力气将九王爷拦下 掩护李正成功逃脱 随后李正一路奔逃 来到少林的戒律院寻求帮助 不曾想此时的戒律院内 却只有三傻大师住在这里 并且因为几人正在受惩罚 不能踩到戒律院外面的泥地 所以他们也只能在门口观望 还没等李正表明身份 九王爷的手下便追了上来 说罢几人开始对李正发起猛攻 看着李正手持断枪艰难应战 三傻大师有些不忍 危急关头 李正不得已将大太子抛向身后 三傻大师健壮 立马飞升而起 相互配合脚步粘地 成功接住了大太子 看到大太子平安无事 几个追兵便想上前将其解决 却被雾明大师轻松两招制服 解决完几个追兵 三傻大师便准备回到院中 然而就在这时 李正奄奄一息地爬向三人 在交出传国玉玺后 便弃绝身亡 三傻大师看着手中的玉玺 虽然不明白他的作用 但三人知道 这对于怀中的男婴来说 是一件很重要的物件 因为三傻大师还要在戒律院住20年 所以为了解门 三人便决定一起抚养大太子 给他取名为道行 并将自己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对方 很快20年过去 道行长大成人 也练就了一身功夫 想方设法捉弄这个小徒弟 也变成了三傻大师每天的乐趣 就这样 四人每天相爱相杀 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然而这天 道行在给三位师傅送饭的途中 却遇到少林大师兄拦路 接着还质问他 怎么总是不和大家一起练功 听到这话 道行立马说自己每天都在戒律院练功 并且有三个师傅教授自己 你三位师傅教的就是功夫 那我们这儿的就不是功夫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三位师傅教的徒弟 一定很能打了 接着大师兄便摆好架势 要与道行比试切磋一分 可还没等他出招 道行便先一步动手 打得他错不及防 你这不是少林功夫 这是什么招式啊 这叫做快打慢呢 就这么简单 大师兄十分不服 随即再次出手 然而几招过后 他还是被手端饭菜的道行 一脚踹倒在地 这招叫做少林马后提 再见 看到道行轻松几下就能赢过自己 大师兄觉得颜面尽失 为了挣回面子 他经常会在道行送饭时 故意刁难对方 师兄 你想要我的命啊 这你都能避得过 三位师父教的你不错吗 来来来 指点指点我们吧 道行本不想理会 可在一众师兄弟的起哄下 他也只能拿起兵器应战 眼见大师兄朝朝很下死守 道行也不再留情 随即两招便制服对方 可大师兄依旧不服气 正当他要再次出手时 物贞大师赶来制止 为了让二人和睦相处 物贞大师便让他们一起 去下家庄的一户人家做法事 可大师兄哪里会不计前嫌 为了让道行出丑 他便提出让对方主持整场法事 在趁机捉弄一番 然而还没等大师兄出手 女主人肃秦就突然被死去的丈夫上身 二话不说就要将众人置于死地 见此情景 大师兄吓得连忙逃跑 道行为了制服恶鬼 则是立马上前出手 谁知下一秒 肃秦竟凭空消失 没过一会儿 他又从道行身后出现 道行健壮本想用袈裟将其困住 不料袈裟对肃秦没有作用 当他再次消失 正当道行四处寻找时 身后的死士突然站起 一把将他推出了门外 紧接着肃秦举着一个棺材出现 这诡异的一幕下的道行不知所措 就在他要逃离之时 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个问路的男人 又来了一个不管闲事的人 我要抓你一起到地上去 说吧肃秦便要动手 其料男人只是拔剑轻轻一指 就让恶鬼从肃秦的身上离开 在空中灰飞烟灭 施主 你这把剑真厉害 我这把天皇剑可斩魔鬼诛奸邪 成功除掉了恶鬼 道行和男人便离开了夏家庄 经过交谈得知 男人名叫王子泰 此行是要去少林寺 听到两人同路 道行便带着对方回到了少林 谁知正巧被大师兄撞见 看到道行安然无恙 大师兄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因为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 所以他便等道行离开后 对王子泰发难 阻止他进入少林 说罢大师兄使出少林功夫发起猛攻 王子泰则凭单手应战 却没想到 大师兄使出权力 竟也不是王子泰的对手 被其一掌击退 见此情景 大师兄气到了顶点 于是他连忙叫师弟上前抵挡一阵 自己则趁机回到寺内 带领十二护法找道行的麻烦 你在夏家庄 牺牲同门兄弟 自保谢命 现在又引敌上山 你对无可恕 我没做这种事 在谢建廷 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还想狡辩 没给道行解释的机会 大师兄便和十二护法一起 要好好教训对方一番 一旁的三傻大师 因为相信道行的能力 也就没有出手相助 然而数十招过后 道行寡不敌众 逐渐落入下风 眼看他被对方的伏地拳法控制 三傻大师连忙出口点话 你答得过就答 答不过就转 知道了 领悟了大师傅的点话 道行如有神助 片刻之后就将众人全部打跑 与此同时 王子泰过关斩将 已经来到了少林寺的大殿 他直言自己要借用一斤斤 却怎么也不肯说出自己来临 这让少林方丈产生怀疑 但看到他面向何事 又如此坚持 方丈便提出 只要破了十八罗汉阵 就可以借走一斤斤 随着战鼓响起 十八罗汉飞升而下 接着摆好阵法 就要对王子泰发起猛攻 面对十八个高手 王子泰虽有绝世剑法加深 但终究还是寡不敌众 被对方直接打晕在地 方丈见此情景 未问出其中缘由 他便让弟子们先将其囚禁起来 等他苏醒再做打算 就在王子泰被抬走之时 大师兄赶来 向方丈告状 道行品行不端 不仅残害同门 还与外人勾结 意图对少林寺不利 听到这话 方丈信以为真 随即便下令搜山捉拿道行 正巧此话被道行听见 知道自己解释不清 他便想先找王子泰询问清楚 谁知此时的大牢内 大师兄和误人大师 竟找来了九王爷的手下 看到王子泰的模样 手下一眼便认出 对方就是前朝的二太子 原来当年皇帝让侍卫护送了两个太子 大太子和玉玺由李正护送 最终被三傻大师所救 二太子和天王剑则由古龙护送 多年来一直被相爷收养 为了有朝一日能打败九王爷 相爷便让王子泰每日苦练武功 然而尽管王子泰的剑法已经达到化脚 但他的内力和九王爷相比 还是稍显不足 因为听说少林的易晶晶 能在短时间内练成独门内功 所以王子泰才来到少林 想要借易晶晶一用 起料大师兄和巫人大师 早已被九王爷收买 得知王子泰有天王剑 二人便马上找来了九王爷的手下 担心王子泰会在半路趁机逃脱 巫人大师便想上前 用分金错捕手废掉他的武功 危急关头 道行及时赶来阻止 双方随即缠斗在一起 不曾想打斗过程中 巫人大师意外被一旁的金佛像刺穿 当场毕命 见此情景 大师兄二人只得慌忙逃离 随后道行救下王子泰 然而两人刚走出门口 就遇到十八罗汉列阵阻拦 看出少林今天不会放自己离开 王子泰便打算与道行合力 杀出一条血路 大师 我全靠你了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试试 好 虽然此时两人还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但他们血脉相通 自然配合默契 只见二人一个攻上一个攻下 没过几招 便破解了十八罗汉阵 大师兄健壮 立马带领十二护法上前 却同样不是两人的对手 然而就在道行二人要离开时 十八罗汉再次列阵 使出金圈将两人死死困住 眼看他们无法逃脱 关键时刻 三傻大师踩着高桥赶来 随后三傻大师一起上前 掩护道行二人离开 临走之前 大师傅还将玉玺交给了道行 大师兄健壮本想上前追赶 但在三傻大师的武力压制下 他也只能眼看着二人离开 就这样 道行两人成功逃出少林 因为道行从小到大 都没有离开过少林 所以他一时无处可去 只能跟着王子太回到相府 然而两人刚推开大门 就看到院内遍地湿海 原来是九王爷得知王子太逃脱 鹰鹿之下杀了相府满门 眼看相爷和古龙身负重伤 道行连忙找不给二人止血 身上的玉玺因此掉落 古龙健壮 立马认出道行就是前朝的大太子 兄弟二人也终于相认 得知九王爷去了少林 道行两人连忙赶了回去 要找对方报仇血恨 恰巧道行恋成了易晶晶 与王子太的剑短配合 两人很快就将一众手下打倒在地 看到两人实力如此高强 其他手下吓得连连后腿 见此情景 九王爷只得亲自动手 只见他拔出短剑飞升而下 随即与道行二人展开对决 却没想到 数十招过去 双方却是难分胜负 逼得道行二人只能佯装逃走 再趁九王爷不备 转身发起猛攻 才能让对方稍稍落于下风 几个教夫剑转 连忙上前接住九王爷 趁对方喘息之际 道行二人一个攻上 一个攻下 打得九王爷等人连连后退 起料就在这时 九王爷突然启动教子的机关 将王子太牢牢控制住 眼看九王爷就要用短剑进攻 道行及时上前 猛地使出一棍 成功解救王子太 接着二人再次发起进攻 不料王子太一个不慎 被教夫撞出去树木 当场晕倒 线下只剩道行一人 但他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拼尽全力 对着九王爷发起猛攻 几招过后 他便打落了对方手中的短剑 正当道行要成胜追击时 九王爷再次启动机关 发出暗器刺中道行的手臂 厉害吧 还有呢 说罢几个教夫聚在一起 拔出四把短刀 猛地向道行冲去 见此情景 道行当即伸出长棍 催动强大的内力 一棍将轿子彻底摧毁 趁几人倒地之时 道行连忙扶起王子太 谁知下一秒 九王爷再次上前 要用铁纸将两人置于死地 王子太剑转 立马使出天王剑反击 看到对方攻势凶猛 九王爷本想使出铁纸将剑加断 不曾想一番用力过后 铁纸竟当场断裂 正当他惊讶至极 道行一跃而起 将全部内力聚于长棍之上 直接一棍击碎九王爷的后脑 使其当场毕命 铁纸赶回皇宫 而道行因为不舍少林众人 最终决定留在少林寺 剃度正式成为少林弟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少林传人这部影片出品于1983年 是金牌武术指导唐家的首次指导作品 因此唐家导演对这部影片格外重视 不仅为电影设计了两件新武器 铁手指和天王剑 而且为了武打戏更加真实 他还让唐家般的武师 替成光头出演少林和尚 整部影片可以说文武戏都很精彩 是当时少林武打片的代表作之一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